在上週三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委任的法官和律師 獨立性特別報告員Margaret Satterthwaite 向中共政府發信 指港區國安法很多條文 似乎與中共須負的國際法律義務不同 尤其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和世界人權宣言規定的義務 並提及中共政府雖然已經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但至今未批准 Satterthwaite 指港區國安法會削弱香港司法機構的獨立性 並指該法允許行政及立法部門干預司法事務 包括香港特首有權任免國安法指定法官 律政司長可指定三名法官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 審理國安法案件 駐港國安公署可以對國安法案件行使管轄權 法律解釋權歸於中共人大 Satterthwaite 強調 根據國際人權標準 司法機構應獨立於政府行政和立法機構 在司法程序中不受任何外在干預或影響 Satterthwaite 亦關注國安法案件的審前拘留問題 指出國安法案件中 去除了保釋的相關推定 一旦國安案被告保釋被拒絕 審前拘留就如同一種未經審判的無限期拘留 他又提到港府已修訂限制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 中共人大在去年12月釋法 指香港特首才有權決定海外律師是否可以處理國安法案件 那就等同將司法機構決定權轉移行政機關 擔憂會影響被告選擇律師的權利 和就相關決定提出司法覆核的權利 他在信中促請中共當局 重新檢視港區國安法 以確保符合國際人權義務